說回今年香港回歸做過25週年 你都立即要上任 可否跟我們透露一下 香港回歸25年以來印象最深的 最深刻我相信和大部份香港人都很一致 就是2019年修例風波所引發香港那種破壞傷害 包括蒙古市民被人襲擊 很嚴重襲擊 汽油彈到處扔 破壞我們很多公物 香港差不多癱瘓 有些人還要香港跟他攬炒 亦看到很多外部的勢力在推波助瀾 這導致香港那麼受傷害 看到大家是很心痛的 當然我相信這是最難忘的 但這一種的經歷 亦都是成長的過程裏面 一個重要的一課 即是說原來有一些風險 可以離得那麼快 可以製造破壞和傷害那麼嚴重 更加知道居安施危 底線思維 作最好的準備 作最壞的打算 來作預案應對是非常重要的 我絕對有信心 不會發生 不會再發生 為甚麼呢 第一 我們現在的安全風險 特別是國家安全風險 基本上是受控的 所以說如果再發生 那麼大型的一個攻擊 是不可能的 但不是表示我們沒有一些 較為例如零星 或者一些個別的案件 不同的領域 情報搜集加強之後 我們的系統強化 我們的意識亦都整體強化了 我都很有信心 這一種的風險 我們是可控的 是處理到 亦都會很快 就會不讓它蔓延 未來的五年 我會全面發展經濟 亦都會處理民生的問題 但同樣 我是要確保我們 會做好風險管控 沒有後悔之憂 而且關鍵就是 這五年是由自及興的關鍵連 去建立一個 將會是處理到風險的安全環境 那你就可以昂首闊步 向前望就不需要太過向後望 那你那個前進力度 和那個信心就會強 快來訂閱通視 按旁邊小鈴鐺 給我們點贊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